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8月22号礼拜天 我们要一起继续来看耶利米苏32章 弟兄姐妹你对于自己说的话有相信吗 今天是礼拜天 很多牧师都会上讲台讲道 特别对我们传道人而言 我们有没有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耶利米对于上帝要他传讲的预言 就是当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后 必定会归回的这个应许 他对这个应许有十足的信心 并且他不只有十足的信心 他也用他实际的行动来表达 他对于预言 就是上帝启示给他所要传讲的预言 他有全然的确信 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耶利米苏32章 西底加作王统治犹大国的第十年 也是尼布甲尼撒王统治巴比伦的第十八年 上主向我说话 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在围攻耶路撒冷 我被拘禁在王宫的监狱里 西底加王把我关了起来 使得我所发出的预言 我曾经宣布上主这样说 我要把这层交在巴比伦王手中 让他占领 西底加王逃脱不了 要把他交给巴比伦王 使他面对面跟尼布甲尼撒说话 他要被带到巴比伦留在那里 等我惩罚他 即使他跟巴比伦仁作战 他们绝不能战胜 我上主这样宣布的 上主告诉我 我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莫要来看我 他要我买下他在汴亚敏境内 亚拿屠城的那块田地 因为我是他的至亲 有赎回的义务和购买的优先权 于是正向上主说的 我的堂兄弟哈拿莫到监狱来看我 要求我购买他的田地 于是我知道上主的确对我说过这话 我向哈拿莫买下田地 称给他17块银子 我请人坐证 签了地契 封好 称了银子 然后按照法律的规定 我把两份地契 一份封好的 一份敞开的 在哈拿莫和签名在地契上面的证人 以及监狱里所有的犹大人面前 交给玛西亚的孙子 尼利亚的儿子巴露 我在他们面前向巴露说 上主万军的统帅 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将这两份地契 分好的和敞开的都收藏在 莫子里 好长久保存 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 以色列的上帝说过 人要重新在这地方购置房屋 田地和葡萄园 我把地契交给巴露后 向上主祷告说 至高的上主啊 你以自己的大能大力创造天地 在你没有做不到的事 你曾经以不变的爱对待千万人 但你也因父亲所犯的罪报应儿女 你是伟大有大能力的上帝 你的名是上主万军的统帅 你的计划伟大 你的作为非凡 你观察人的一举一动 照个人的行为施报应 你曾经在埃及行神迹歧视 你也一直在以色列和列国中行神迹歧视 所以今天你在人类中有大声望 你以神迹歧视 使我们的敌人金黄 又以大能大力领你的子民 以色列出埃及 你信守自己向他们祖先许下的诺言 把流奶与蜜 这肥沃的土地赐给他们 但是他们一进来得到这块土地后 就不服从你的命令 不遵循你的教训 你命令他们做的 他们都不做 所以你使他们遭遇大灾难 巴比伦人已经组好工程的土壘 开始攻击了 这层要因战争 饥荒 瘟疫而陷落在敌人手中 你所说的灾难已经实现 你亲眼看见了 至高的上主 虽然巴比伦人快要攻下这层 你还是命令我在正人面前 买下了那块田地 于是上主对我说 我是上主 我是全人类的上帝 我有做不到的事吗 我要把这层交给交在巴比伦王 尼布甲尼萨和他率领的军队手中 让他们占领 工程的巴比伦要进城 放火烧毁一切 连以色列人在屋顶上向巴利烧过箱 向神明垫过酒 而激怒我的那些房屋都要烧光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民 从开国以来一直作恶激怒我 从耶路撒冷建成以来 居民也不断的激怒我 我已经定义毁灭这层 因为犹大和耶路撒冷人民 连同他们的君王 首领 祭司先知都做了邪恶的事 他们翻脸不认我 我不断的教导他们 他们总是不听 也不肯学习 他们在那敬拜我的圣殿 供奉可正恶的偶像 玷污了圣殿 他们在心嫩子谷 为巴利造祭坛 拿自己的儿女焚烧野邪神磨落 我没有命令他们做这种事 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做这种事 使犹大人民犯罪 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我说 耶利米亚人人都说 战争饥荒和瘟疫 将使这层沦陷在巴比伦王手中 现在你留心听我说 我曾经在愤恨慎怒下 把我的子民放逐到各国 现在我要从那些地方 把他们集合起来 领他们回来 在此地安居乐业 那时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我要赐给他们专一的心 好终生敬畏我 为自己和子孙谋求幸福 我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 不断地为他们的幸福着想 好使他们专心敬畏我 不再背离我 我要专心一意为他们磨幸福 使他们在这土地上有根有基 我曾经使他们遭遇大灾难 我也要照应许把一切幸福赐给他们 他将被交在巴比伦人手中 但是我说 人要重新在这地上购置田地 人要在汴亚敏境内各地区 耶路撒冷四周的市圣 犹大各城 山区的乡镇 山路的村庄 犹大南部各地区买卖田地 签订地气 密封地气 请人作证 我要使我的子民在这块土地重整家园 我上主这样宣布了 今天这是蛮长的一段的经文 我们看见耶利米 他买下这块田地 一方面是他履行义务 他对上帝的预言 他全然的相信 但是我看到他对上帝预言全然的相信 他相信上帝必定会带领他们被辱之后要归回 那么我们对于上帝的应许 我们对于上帝的应许 有没有全然的了解 我们知道耶利米 他因着预言犹大国会被巴比伦灭亡 犹大王西里加会被掳到巴比伦 结果他就被西里加王关在监狱里面 那么上帝在监狱里面启示他 他的堂兄弟哈拿末会来看他 并且要他买一块在汴雅敏境内亚拿图的田地 可能是因为他的堂兄弟经济上遇到困难 所以根据当时的法律 近亲有义务权利要把那块土地买回来 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买下那块田地 他真的是对上帝的预言全然的相信 他相信上帝必定会带领他们被辱要归回 所以他才买下那个田地 我们对上帝的应许了解吗 我们有没有好好读经天天亲近他 天天亲近他 特别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我觉得上帝的应许往往就会出现 我们读经往往我们就会看见 哇原来这是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应许不管是合我们的意 还是不合我们的意 我们有全然相信吗 然后我们看见耶利米他花了钱 他找了公正把那块田地把它买下来 他对于所领受的预言应许 他不仅全然相信 而且他也表现在他的行动上面 所以我们的行动是什么 上帝他会应许开路帮助我们 那么我们就要以信心喜乐 活在上帝的开路 上帝的道路上面 那如果是上帝开路 不是我们的心愿 那我们是否愿意调整 改变自己 交通给上帝 让上帝来带领 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好好来认识上帝的应许 好好来领受上帝的应许 接受上帝的应许 并且行走在上帝的应许当中 而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再次看见 上帝你的应许永不改变 那么我们也应该 要以我们全然的信心来接受 并且行走在你的应许当中 好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求主你来帮助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